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论现在讲五表词 五表词当中的话就是讲戒律 戒律里面就是讲别解脱戒 就是昨天我们讲了别解脱戒 就是分四个方面 分类和本体 还诗词和聚戒之人 就是分四个方面 首先分类和本体 就是昨天已经讲完了 现在是讲诗词 就是别解脱戒 就是它的什么叫别解脱戒 戒律 戒律的词语有什么样的解释方法 什么叫做戒律呢 戒律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戒律 那么戒律就是怎样解释呢 能消除破戒的苦日获得清粮 故称为律语 就是它这个戒律呢 也叫做律语 为什么叫律语呢 就是从那个印度范语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希腊 就是也有这个希腊 还有这个有些 发尊凡事意义的希罗 希罗也可以说 希腊也可以说 凡是这个希腊呢 就是它能遣除这个烦恼的这个苦日 就是能获得了智慧和解脱的这种清粮 因此叫做戒律 《入中论》和《净光传论》里面的 希腊的解释方法方面有点不同 一个里面讲的是清除苦日 另一个论典就是《净光传论》当中 讲得获得了清粮吧 有一点好像记得有点不同 是不是我说错了 也许你们学了《净光传论》 原来我这个诗词解释得来 现在好像《净光传论》 也是没有看很长时间了 《入中论》也没有看很长时间了 应该希腊有翻译方面的两种解释 然后蒙受圣者的赞叹 故称为是妙性 这个戒律也叫做是妙性 为什么呢 因为苏解者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们 诸圣者的赞叹也叫做是妙性 是所作的自性 因为我们这个戒律的话 人们需要疏忽 疏忽以后获得了三妙的功德 因此也叫做业 也叫做业 禁止生语的肺舌 故称为是戒律 就是他这个律语戒律妙性业 他有几种生语 因为小乘他心里面的谈诚痴 他并没有作动的破斥 所以小乘一般别解脱戒的话 主要是身体的三种不善业和愿的四种不善业 就是要防止这些生语的不善业 非是 因此就称之为叫做戒律 这七种得戒的第一刹那是 游标舌和无标舌开始脱离恶业 故而称之为别解脱 什么叫做别解脱呢 别解脱也有一些 我们以前《入菩萨行论》的一些 讲义丁中引用的一些教证 法句经和有些教证也说过 所谓的别解脱的话呢 依靠那个行持三法和数字戒律 自己来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个别别解脱 就是不是这个知识当中的话呢 经常用别别解脱 就是 意思就是依靠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心惨 初见呢 就最后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了这个解脱 就这样的一个唯一挑战呢 称之为教主是别解脱 就是那么这个第一刹那呢 就是他获得了这个优标舌和无标舌的戒律 然后从此以后呢 就是开始这个脱离恶业 就是远离这个恶业 因此呢就是叫这个别解脱 就是所以他这里呢 从这个第一刹那开始这个优标舌和无标舌 就是有的 但是这个无标舌呢 就是长期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呢 就是受戒 受戒的时候呢 就是他第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开始这个在上师面前顶礼啊 就是然后这个送那个 这个受戒的这些衣柜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身体和语言的这个优标舌 然后从此以后呢 他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吧 就是中间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比如说这个送戒啊等等 就是这些时候呢 就是他有语言的这个优标舌 然后经常呢就是科大陀啊 或者是他受了这个戒以后呢 就是他不做这个恶业的这个身体呢 有时候是就看有从的地方不去啊 就是他这样 这些呢就是身体上的这个威仪 就是所以中间的时候呢 就是游标舌有时候是存在 有时候是不一定这个存在 有时候是不一定存在 然后这个无标舌的话呢 他这个书戒的一刹那呢 就是通过那个上师和这个自己的发行 和通过上师的这些这个游标舌的这个表示呢 就是自相续当中获得了无标舌的这个戒律 然后获得戒律完了以后呢 一直到这个你没有色戒 之前呢在自相续当中是无标舌的这个戒律呢 一直这个存在的 就是从第一刹那一直到这个最后四之前呢 就是无标舌的这个戒律是一定是这个存在的 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 这个世间上面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差别 就是有些呢就是那个撒迦班智达 就是撒迦班智达在分析三戒论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声闻戒律无标舌 就是声闻戒律无标舌 这个是好像我们那个三戒论当中已经引用过 就是前面这个三戒论里面呢就是昨天我们这个 前面的别戒脱戒的这个本体和别戒脱戒的分类的这个教证的话呢 都用过就是不知道你们记着没有 因为我们那个讲那个小乘戒律的时候呢 就是居士和戒律呢 就是是这个一定要向结合来讲 就是小乘的这个别戒脱戒的 因为这个居士呢就是主要抉择见解 然后这个毕拉耶经的话呢 就是主要抉择这个小乘的行为 就是小乘的行为是什么样这个约束呢 就是应该由毕拉耶经来这个约束 那么这个小乘的见解是以什么样的论点来抉择呢 就是有用这个居士论来抉择 因此呢我们讲那个小乘的论典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那个用那个居士论来抉择 但是现在的有些高僧大德这个讲的时候呢 这个居士论的他的这个凡处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他那个所讲的这个内容呢 他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有的经典论典当中 大概这个解释的什么样的程度呢 可能这方面有点点不太这个非常了解 就看有些高僧大德的这个讲义里面的话呢 他把这个有些大乘的这个论典是用居士论来这个解释 这样解释的话呢有点困难 因为这个居士论呢本来是 它是一个小乘的一个论典 然后这个小乘的论典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别解脱戒啊 就是这些呢 就是用居士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是非常恰当 这个问题呢大家应该清楚 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撒迦牟尼佛分析三戒论里面说是 这个声闻戒律无不要色 那为什么是这个居士论当中呢 就是说这个声闻戒律是这个有表色和无表色 你看我们这里是 出者有表无表色 乃为别解脱也也倒 他这里这个出者呢 就指的是这个声闻戒律 也就是说是这个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呢 就是它是这个有表色和无表色 那为什么 当时有些撒迦牟的 有些格鲁派的有些高僧大德 就专门问撒迦牟 你们为什么撒迦牟尼佛分析三戒论当中 声闻戒律无表色 如果这样的话 明显地违违了世情论是什么俱舍论 然后后来撒迦牟的国人吧 他们都这样说的 他们说撒迦牟尼佛的意思 并不是说声闻戒律全部是无表色 只不过是无表色在占重要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从开始到最后某位之间 这个无表色是在别解脱具有的相续当中 始终是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并不是说撒迦牟尼佛不承认是有表色 他也有这样解释的 所以在这个解释的观点上 像明朗大师 三戒论他们的观点还是承认 所谓的无表色自始至终应该存在 但是有表色是开始的时候应该存在 然后中间的时候有时候存在有时候不存在 从这个道理这样解释是比较恰当的 所以这个别解脱戒就是这样的 由业趋入业与心 它这里故而称为别解脱 由业趋入业与心之因 因称为业 这个别解脱戒也叫做业 为什么是业呢 因为通过像得戒的思索 就是趋入业 趋入了自己内心上的一些元素 因此趋入业 也称为业 又因为别业而途径称为道 通过地刹那的得戒 到达目的 因此称之为道 也这样的 所以说是别解脱戒 但不一定是别解脱 所以这个别解脱戒必定要用处理性来摄持 必须要具足上面的这些条件 所以别解脱戒 但是不一定是别解脱 所以凡是这个问题有点难懂 但是你们也好好地想一下 我再看一下 我的解释和理解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别解脱戒不一定是别解脱 就是别解脱戒 它是从戒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也从别解脱的话 就是从我们众生解脱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因此从这样说也可以 或者一般别解脱戒相续当中存在和 还别解脱 我们有些神文称也可以叫做别解脱 但是他不一定有别解脱戒 就是有别解脱 原来萨迦班寺道也有辩论 处理性没有摄持的这些戒律 不叫别解脱戒 也是一种别解脱方面的一种戒律 但是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 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比如说处理性所摄持的戒律 它是真正的别解脱戒 菩提心所摄持的戒律 真正是菩萨戒 如果你菩提心和处理性没有的话 不一定是真正的戒律 只不过属于别解脱里面的是一种 但是是相似的戒律 不是真正的别解脱戒 也可以这样说吧 所以别解脱的话 不一定是别解脱戒 我们有些人相续当中的戒律 以前是如果没有出离性摄持的话 它的戒律不一定是别解脱戒 但后来对轮回生起了真正的菩提心 菩提心以后生起了这种出离性的话 不是出离性吧 出离性所摄持的真正的戒律 才算是真正的别解脱戒了 不然觉得出家生活很好 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我也要出家 你看出家人过得这么积极 为了快乐而出家的话 那别解脱不要说是世间的可能 俱为和善缘的戒也是没有的 有些是有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家人真的很可怜 然后一定要出家 你看出家这些大和尚们 就是有这么多钱 一定是这个 然后变成一个大和尚的时候 哎 我觉得是这么这么快乐 你看大城市里面我做得这么好 吃得这么好 穿得这么好 整天都是这样对世间产生一些相受的心的话 那相续当中别解脱不要说是 连相似别解脱这种出离性也是没有的 但首先有个很强烈的出离性的话 从此以后没有断它的相续 应该算是有别解脱戒了 这个自己观察 下面是具有别解脱戒者 八种菩提脱业 他具有别解脱戒的 总共有八种别解脱 八种人 菩提脱有本我们信任 也叫做是人吧 他用菩提脱的范围稍微广一点 他所有的众生也可以包括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人有点困难 因此法尊法师以前经常用菩提脱 这个可能好一点 有时候光是说人的话 这个范围有点在 这样的话我们用菩提脱 本来如果用他自己真正的意义代替的话 最好是凡于这些 不用好一点 具有别解脱戒的菩提脱有八种 即是比丘比丘里 真学里 三明和三明里 南居士和女居士 以及受再解的菩提脱 那么所谓的八种别解脱 不是与这里所说的八种别解脱戒者 重复了吗 不重复 不是刚刚昨天我们讲的时候 也是讲了这八种 那么现在在这里也是说的话 难道不重复吗 不重复的 因为那里是宣说别解脱戒的分类 从别解脱戒是 总共别解脱戒是有多少分呢 有这么多的八种别解脱 从别解脱戒 他自己解体的分类来分的 而此处就是说菩提解乐的分类而讲的 这里就是菩提解从人的角度来 也就是说是受戒的人的角度来讲的 前面是借他自己本体的角度来讲的 所以这两个是根本不会重复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禅定戒有五路戒 神禅定者具禅戒 神者具有五路戒 具足禅定所生的等之者具足 那么这个禅定戒是谁具足 刚才别解脱戒是哪些具足呢 就是八种众生就是他具足的 然后禅定戒是谁具足呢 具有禅定的人才具足 我们有些人喜欢大座 大座的人才具有禅定戒 不喜欢大座的整天往线上跑的这些人 禅定戒不要说是安住戒也是没有的 整天都是乱跑 所以他的相续当中也有乱跑的戒律 然后圣者具有五路的戒律 圣者的相续当中有五路 圣者一般通过出世间道 断除了自相续当中的凡夫的烦恼 获得了圣者果位的相续当中具有五路戒 所以这是从他的身份来讲的 下面也有分类的 比如说圣者也是他入定的时候具足他的五路戒 但他出定的时候他也不具足的 然后刚才禅定者也是这样的 当他入于禅定的时候他具有禅定戒律 所以有些人在讲课的时候也是闭着眼睛 那么这些人可能已经具足禅定戒 那个旁书下面讲旁书 最后儿子随行戒 无间道中生彼尔 为之定中称断除 正知念尔一根戒 他这里比较好懂吧 最后的这个 就因为刚才我们最后的禅定戒和五路戒 最后的这两个戒叫做随行戒 随着信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些不像跟别戒都戒 别戒都戒的话 他通过一规获得以后 始终都是在这个人的相续当中 只要色戒的因没有出现之前是存在的 但是禅定戒和五路戒它是随着信的 在无信的时候或者是出定的时候不存在的 因此叫做随行戒 然后它是无间道当中产生的这二种戒 就是无间道中产生 然后为之定当中可以产生的 因此称之为叫做断除之戒 还有就是有正知和正念 就是从正知和正念的角度来讲 也叫做是一戒和根戒 就是有分这么几种 成为随行的两种戒是指的什么呢 最后的两戒是随行戒 就是最后的禅定戒和五路戒 叫随行戒 因为他们随着信是否存在的变化 并依赖于入定的缘故 他们随着信 信入定的时候 这个戒也是存在的 信如果没有入定的话 那么这个戒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依赖于入定的缘故 别解脱戒不是随行的 因为它在散乱和五行的阶段也是存在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散乱和五行的时候别解脱戒是存在的 所以他们之间有这个差别 禅定戒与五路戒也得到了所谓断除戒的名称 它就是断除戒 我们《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是获得断恶性 所谓戒度缘吧 它这里也叫做断恶性的相续称之为戒圆满 那天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主要是用这个教证 这个教证还是相当重要的 《居士论》当中 我们《三戒论》当中也是已经引用过 然后《居士论》当中 如果我们《居士论》的五表色的戒律说得高一点的话 麦彭仁波记得他的《居士论》的注释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五表色和右表色 一般来讲是消沉的一种案例 但是这种设法的戒律也可以承认 为什么这样承认呢 我们所谓的戒律指的是断恶性的一种相续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无表色和右表色你完全不承认也是不合理的 但是要承认按小乘所说的那样 真是有一种色法的 实质的 实质性的东西存在的话 这个也有点困难 因此大乘完全有圆满的解释方法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散乱和五性戒断的时候 别戒头戒是存在的 但是禅定戒和五露戒不一定存在的 禅定戒与五露戒得到所谓断除之戒的名称 那么他们是何时获得的呢 是在无间道当中产生 禅定戒以后五露戒而在 无间道 无间道的话 我们下面还在讲 第六评的时候也要讲 无间道的话 每一个道都有无间道 然后无间道和解脱的 我们可能记住吧 讲大圆满前行 不是 大圆满讲大车数的时候 我们无间道的话 断除比如说我获得了第一地菩萨 获得第一地菩萨的话 第一地菩萨的道没有任何间隔 现在马上要得到 这个之间任何障碍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的道叫做无间道 然后解脱道的时候 给这个烦道完全已经劈开了 完全已经断除了 已经关上门一样的 这个时候叫解脱道 所以无间道和解脱道 在相关重要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居士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每一个道根据它的层次不同 层次不同可以按理 夹行道也有无间道和解脱道 质量道也有无间道和解脱道 还有监道修道这些都有 所以无间道是每一个这种餐顶的 对它的后面的餐顶产生的话 一点障碍都没有的 从这个角度称之为是无间道 所以刚才无路戒和禅定戒 通过无间道而获得的 那么在无间道产生禅定戒 无路戒而在的所有的无间道都能产生吗 依靠一禅为之定的那些无间道而称之为 因为它这里的禅定戒和无路戒 必须要获得第一禅以上的境界来讲 所以我们世间的 我刚才是开玩笑 光是我们闭着眼睛这样入定的话 它实际上不算什么无路戒 也不算什么禅定戒 不然现在很多汉地大作的人就非常道 他们相续当中到底有没有呢 他们如果获得了第一禅以上的禅定的话 虽然人的身份是愈解的 但是他获得了第一禅以上的境界的话就可以说 但是这个遗禅通过为之定 什么叫为之定呢 这个也我们前面讲过没有 为之定的话实际上是为之定 它真正的定还没有达到前面预备的阶段 预备的阶段这叫做为之定 比如说为之定的话实际上是有八种为之定 第一禅的为之定 二禅 三禅 四禅的为之定 然后五色戒的每一个戒都有它的为之定 意思就是说他真心的禅定马上要到 还没有到的这个阶段叫做为之定 所以他这里一禅为之定的五间道 才获得了五路戒和禅定戒也叫做是断道 所以他这里说依靠第一禅为之定的五间道而获得了 所以叫做是断除也叫做是断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当时凡夫的所有的 如果是五路戒的话 欲戒的这些烦恼和恶戒断除 依靠一禅为之定的五间道而得到的 如果是禅定戒的话 欲戒的这些烦恼和恶戒断除 依靠为之定的五间道才获得的 因此他是通过为之定 也就是说是一禅为之定的五间道而获得的 因此称之为叫做断道 若问经中所说的声音之戒三秒 欲之戒三秒 欲之戒三秒 以及言根一戒 俗获二诸 其中的一戒和根之戒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佛经当中是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这里佛经当中 专门有言根 前面是一之戒三秒 一的戒律三秒也就是 我们身体和预言的戒三秒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心的戒三秒 还有言根的戒 那么根戒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正念正知二者是从数月一时而产生 是叫做一戒 然后谁从根时而产生的 叫做根戒 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戒和预言的戒律 这个比较清楚的 为什么叫一戒呢 一戒的话 我们这个意识的群体当中 就是有政治正念 自己心里面想 这个不能做 这个应该是这样 这叫做是一戒 按照小乘的这种解释 这叫做是一戒 那么根戒的话 就是我们根戒 本来根识 它不会有这个分别念的 但是意识在其作用以后 其实你的根识也有一种疏忽 也有一种疏忽 比如说受了戒以后 不能看电影电视 或者不能大线上去打游戏 看这样的话是摩影 然后自己根识 本来是对根识这方面很喜欢的 但是你就不去 它的根识也起了报复的作用 有政治正念色彻的 然后你耳根的话不能听这些流行歌 不然的话 自相续不论 首先是意识在起作用 但是最后根识就起到一种疏忽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问题比较困难的 为什么呢 从隐敏的角度来 如果详细分析的话 这个根识本来不会有分别念的 这是隐敏和据实论 我们昨天也这样讲的 但是它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 实际上你详细分析的话 根识也是起着遗识的支配下 它自己也有一种保护的能力 严实不去接触外面的 比如说美女的设法 这些的话 实际上它的严根 里面也有一种政治正念的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不然你没有详细分析的话 好像全部意识在起作用 如果意识的戒律的话 大家都好懂 但是根识的戒律相当不好懂 因此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分析 但是举世论不是 我们那天讲七论吧 七论当中的有一个论里面 好像根识也有一点正知正念的部分 实际上根识是不会具足分别念 正知正念的话 我们按照《入菩萨心论》的话 大家都知道 它是有分别性的东西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点点困难 但是大概也应该这样解释吧 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下面讲距离 距离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讲无标舍的距离 我们人的相续当中 怎么会具足无标舍 它没有摄之前 已经出现 刚开始的时候 它具足了现在的无标舍 一刹那后 具过去 一刹那以后 它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出现摄戒因之前 具有现在的无标舍 一刹那以后 具有过去的无标舍 刚才比如说 它获得了第一刹那是比丘戒 然后第二刹那以后 过去的无标舍已经具足 但是这个也是实际上是小乘的一种说法 如果你详细观察的话 过去就是 比如说你去年书戒的无标舍 现在我还相续当中是 无标舍相续当中存在的话 从家里的相续来讲 是可以的 我们英国也是按理在阿拉耶的上面 它的相续存在 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像仪式的相续一样 河牛一样 可以的 但是真正的去年的无标舍 现在还存在的话 如果中观的角度来讲是 进不起观察 因为去年的那个 如果我们无标舍还存在的话 那有常有的过失等等 这样可以说 但是这个小乘的一种说法 再加上小乘 他就是未来过去 三世就是诚实 就承认为是未来过去 先是诚实的这个观点 就是他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的原因 然后这个数恶戒者也复然 就是数恶戒者也是同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现在的无标舍存在 然后这个一查了以后 就是过去的无标舍存在 别解脱者来自未出现摄影之前 具足现在的无标舍 第一查了以后呢 具有过去的无标舍 数恶戒者也是如此 只是名词上转移不同而已 就是数恶戒的话 原来是 别解脱的话 它是数三方面的无标舍 然后数恶戒的话 就是恶方面的无标舍 只不过名词不同而已 这是别解脱戒的无标舍的具足方式 然后下面说禅定者的禅定者 也就是说禅定戒和无楼戒吧 禅定戒和无楼戒的具足方式 具有禅定者戒律者 具有禅定戒律者 横距过去与未来 具有禅定戒律的人 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具足了 过去的无标舍也是具足的 未来的无标舍也具足的 圣者呢 为什么是禅定者呢 因为我们前面第一批还是在第二批当中讲过 我们以前也转生过无捨戒 而且也转生过色戒 在轮回当中就像品种的蜜蜂一样转生过 这样的话 我们过去转生过这些地方 后来这些禅定已经退市了 退市以后的话 过去的豆舍 现在也是存在的 所以禅定戒律的话 过去的豆舍和现在的无标舍 这两个无标舍都是应该具足的 但是这个无楼戒不相同的 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 从来没有得过圣者的果位 因此过去的无楼戒 过去的豆舍是没有的 圣者第一刹那时 不具过去无标舍 圣者获得第一刹那的时候 他不会具足过去的无标舍 如定诸圣道 而具现在之无标舍 如定或者诸圣道之这两种情况的话 那么具足现在的无标舍 具有禅定戒者 从第一刹那起 恒时具有过去与未来的无标舍 具禅定者的话 因为禅定的一刹那 他已经获得了现在的无标舍了 然后他过去的无标舍 这样的话 我们不具足禅定者的话 过去的无标舍存不存在 没有入定的时候 得顺也没有了 我们现在有没有过去的无标舍 过去的禅定戒的无标舍应该有吧 那么我们现在是过去的禅定戒的无标舍 这样的话 别人问你是不是具有禅定者 我说是可以 是啊 为什么呢 我相续当中有不明显的得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转生过 无捨戒和色戒的推舍的禅定 还在我的相续当中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这个你们自己看吧 但前后有些不了解的话 有时候我们的想象不一定是合理的 只不过我心里这样想的 因为第一刹那是由以前禅定戒律的得顺 就是潜影之骨 圣者无楼的第一刹那 是不具足过去的无标舍 因为在凡夫圣者的话 他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原来以前未生起过这样的无楼的戒律 圣者第一刹那的时候 根本没有生过过去的无楼的无标舍的得顺 根本不会有的 也就是说 在有楼的禅定中入顶一击处于圣道中时 具足此二戒现在的无标舍 处顶是不具足的 圣者也是处顶的时候 他不具足无楼的戒律 可以说无楼的戒律也不具足 然后一般其他作禅者处顶的时候 处顶的时候也不具足禅顶的戒律 唐僧有时候经常讲禅顶一戒 禅顶一戒 禅顶和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禅顶一戒对 处顶是不具足 因为他只是跟随如顶 他是跟随如顶 所以叫做随行戒 前面也讲了 然后受中戒者若如有 处具中戒无标舍 如果受了中戒 受中戒的话 有些是有无标舍 有些是没有的 这个是法性的关系 中戒跟其他的别戒脱戒有点不相同的 其他的论典里面这样讲的 说中戒者若有有 他这里若若有 说中戒者如果有的话 那么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具足无标舍 中戒也有无标舍 此后具有二无标 那么过了这个以后 具足二种无标舍 首先是现在的无标舍 第一查了 过了以后 过去以后 现在的无标舍 跟前面的戒律还没有什么差别 戒律和中戒 所以我们这些分析还是很重要 受恶劫者具恶物标 乃者竟然强烈见 他这里 受恶劫者有没有善的无标舍呢 本来是恶的无标舍肯定具足的 但受恶劫者 他有没有善的无标舍呢 他端起的善的无标舍 他的相续当中也可以 然后具有善劫者 具有别解脱劫者 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恶的无标舍呢 也是具有的 但是这个世间根据他的清净和然无的 强烈的心的牵引 比如说 下面我们讲讲义的时候也说 受戒者不一定是存在无标舍 受中戒者 受中戒者不一定是存在无标舍 引发的心不太强的话 不一定具足无标舍 发心不太强烈的话 无标舍引发不起来 所以无标舍它是一种舍法 这个舍法一定要用强烈的东西把它引发起来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力气的话 可能呼吸有时候有点困难 可能小乘也这样认为吧 如果没有强烈的心的话 无标舍不一定引发起来 如果有无标舍的情况下 那么如果存在 第一刹那具有现在中戒的无标舍 第二刹那以后 具有过去和现在的两种无标舍 这个是比较好懂 若问那么受恶劫者具有不善的无标舍吗 是有的 受恶劫者顶礼等是具有善的无标舍 比如说我们 首先受恶劫者吧 有一个屠夫 他这个屠夫向一辈子杀生 但是他发了这样愿以后 他的相续当中有恶的无标舍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不善的无标舍具足的 这是他有生之年当中已经具足的 但是这个屠夫不一定一辈子杀生 他有时候想 虽然我是一个屠夫 但是我中间受三天的灾戒 然后他在科大徒的时候 他中间有三天当中的三妙的无标舍 也就是说 善法的无标舍就是中间一具足 所以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善的无标舍和不善的无标舍是可以同时具足的 一个是长期的 一个是断期的 意思就是这样的 然后苏解者的话 杀生时也具有不善的无标舍 比如说有些比丘他有生之年当中 诉识断除不善业 他这样的无标舍已经具足的 具足善业的无标舍 然后这个比丘他就故意 有时候还是杀众生 杀众生的话 比如说杀一个牦牛 杀牦牛的话他根本就也没有犯 杀牦牛根本就没有犯的话 实际上他的相续当中 别解脱戒的三法的无标舍也具足 然后杀牦牛的时候 他的我要杀牦牛 我今天 明天之前一定要杀牦牛 明天之前的众恶界的无标舍也具足 同时他也具足游标舍 所以一个小乘的有些接受 在一个人相续当中 有无标舍也具足 游标舍也具足 然后比丘比如说他就认为 我要夏天的时候安居不能到外面去 然后他的身体 他不去外面身体的这个游标舍也具足 然后他有生之量的数百戒的无标舍也具足 然后安居期间的话 我明天之前要杀一个牦牛 那么中间的这个无标舍也具足 然后他杀牦牛的时候 拿着刀子到那个牦牛跟前去的话 这个游标舍也具足 所以按照小乘的说法的话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三的游标舍和无标舍 恶的游标舍和无标舍 四个舍法可以具足吧 有些是看得到的 有些是看不到的 但这些宗派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应该理解 无标舍具足 那么这样刚才中间的无标舍具足多长时间呢 乃至没有舍弃强烈的清净性 他觉得杀生不好 然后用强烈的清净性来断除的话 那个时候杀生的刚才恶的无标舍也不具足 或者是有些烦恼 这个烦恼没有消失之前的话 这个一直具足的 强烈的烦恼性之前一直具有 今天讲到这里 有些烦恼性际着际管理 微不可抗议划 请网易烦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